唐秋夕 唐秋夕 你还来这里做什么 你给我出去 我是来把事情跟你说个明白的 我要你认清事实 你们父子俩不能永远生活在仇恨当中 那对你 卓君 天保险 也想要 恢夕 你 何 卓君 别 你 你 你为什么跟我谈责任 你叫程静天来 跟我胡说八道一番 就想把你二十几年来的责任 一笔勾销 然后抢走我的儿子 这叫责任 君君是我的儿子 我没必要跟你抢 二十多年来 我朝思暮想 就想见到儿子一面 可现在呢 他连看我一眼都不肯 要说抢 是谁抢走了我的儿子 当年你跟程静天跑了 就该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怨不得别人的 你误会我了 我跟程静天之间是清清白白的 老天爷可以作证 他是可怜我 同情我 所以他才帮我 帮我找工作 那个时候我迫不得已地离开 因为我想人活过得更好 我想养活你们 你胡扯 全中国就只有程静天能介绍活给你吗 家乡的工厂天天缺工人 你怎么不问我 我有机会问吗 你天天喝得烂醉 跟你说句话就要被打个半死 借口 这不是借口 是事实 那个时候你整天喝酒 你想过赚钱养家吗 你想过我们母子吗 因为酗酒导致工商丢了工作 就整天骂骂咧咧满怀 满怀仇恨 这点你能否认吗 你住口 你就是闲凭爱父 你吃不了苦 才抛家妻子离开我们的 你整天对我非打计马 你就对得起我吗 够了 你知道我离开我的亲生儿子 有多痛苦吗 可那个时候 我们真的是太苦太难了 我是真的无路可走了 我必须自己先找到一条活路 我才有能力 有能力来照顾你们 可是 可是 可是当我稳定下来 才来找你们的时候 你已经带着儿子离开了 说谎 少在我面前睁着眼睛说瞎话 难道 这二十几年来 你就找不到少君跟我吗 没话说了吧 你再编吧 你在编吧 我看你还有什么借口 我找过呀 我找了无数的地方 我找了无数的人 我都用了无数的关系 这些你都想象不到啊 可是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你们会改名字 改名是为了躲那些债主啊 不改名字 少君和我还能平安无事地 活到今天吗 就因为这样 二十多年断了你们的英雄 那茫茫人海 你让我从哪儿找 不是 不是的 事情不是像你说的这样 这二十几年来 我告诉少君的一切才是事实啊 不是 我落魄的时候 骂你 暗暗受冻的时候 我恨你 得意的时候少君和我笑你啊 我 我们之间会变成这样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你别想否认你 我没有否认 我每天都在自责 我每天都在内疚 我每天都在想着你们呀 你们有 我有 你抛下我们父子 你爱的是程敬天 你爱的是他的钱 你只爱钱 不是的 我爱的是你们 我爱的是君君的 你 你说谎 你这个贱女人 你 你 你怎么骂我 和我都没有关系 这二十几年来 失去你们的音讯 是老天爷对我最大的惩罚了 我只求你 不要再让我失去决决 我只求你能让我跟他相认 我只求你 给我一个机会 弥补这些年来 对你们的亏计 唐秋夕 你 你亏欠我们父子太多了 是你让我对人失去了信任 让我对这个社会充满了仇恨 给我们造成的伤害 就算你有再多的钱 也是挽回不了的 我知道 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亲情 可是这些年来 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了 你还记得那条玉坠项链吗 现在应该在你手上 我一直随身佩戴着它 我一看到它 我就想起了 许久以前的那个少大壳 那个善良 正直 热情的少大壳 这些年来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们 我从来没有改嫁过 我依然是君君的母亲 我依然是君君的母亲 我依然是你的妻子 这 这是真的吗 人生都过了大半辈子了 你我都什么岁数了 我何必骗你 是你的错 我也有错 我每天都在自责 我当初用逃避来解决问题 造成了那么大的误会 我们俩俩都太自私了 我们俩都太自私了 总是想着自己的感受 却没有想到会给君君 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君君是无辜的 我只求你 我求你救救他 也只有你能救他 我一直告诉少君 说你是认钱不认人 才会跟程景天私奔 让他不断地恨你 让他发誓要出人头地 冲心 冲心是我对不起 你告诉我 我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弥补这一切 过去的事 我们都无能为力 我现在只希望 希望你能解开剧剧这个心境 让他走出仇恨 这样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好 我马上叫他过来 好好跟他解释 这 这怎么 这 怎么 怎么 这是军军的手机吗 可能是走得太匆忙 丢在这儿了 就先你别担心 儿子会再回来看我的 我 我一定会 好好跟他解释清楚 到时候我再通知你吧 二十多年都过去了 可这会儿 多等一分钟 我都觉得是那么难受